第103章 野笋脆嫩 梅子就高兴地问道 菊花 你觉得这蛇是红烧嘞 还是跟黄膳似的炒嘞 菊花笑咪咪地说道 这蛇呀 要是你们能再得一只野鸡就好了 跟这蛇一锅炖汤 就叫龙凤汤 刘晓妹道 这也不难 这春天里可是野鸡下单的时候 没准呀就碰见一只下单的鸡嘞 大家都围上去 说不定就逮着了 兰子扑斥一声笑道 你说的也太便宜了吧 就是在家逮鸡也没那么便宜的 你当的鸡站在那里等你去逮嘞 尽管这么说 菊花的提议还是让大家提起了兴趣 小妹使劲地把舌头都打烂了 才敢用草将它捆了起来 丢进麻袋 然后众人一边找笋一边找鸡 瞧得菊花一阵好笑 到底是人小力薄 虽然收获颇风 可是拖着半麻袋的祖笋 在灌木丛中穿梭 那也是累得菊花气喘吁吁 额头上的汗水直往下流 把面筋都打湿了 贴在脸上难受得很 可是她越不敢解开它 在这树丛中那些经济刺容多得很 戴着面筋好歹能挡住点 她瞧着小燕用硬山红的花枝编了个花环套在头上 不至今的笑了起来 这实在是个爱美的小女娃 周矮子的闺女小秀和小翠是文静腼腆的 看起活来倒也不含糊 她俩背了不少笋子 因为用篮子装着 跨在胳膊上也是不好走路 不停的用手将灌木枝条拨到一旁 那些带刺的经济把头发也扯得一团糟 菊花见了摸摸头上 也是乱糟糟的 悄悄日头对着梅子她们喊道 哎 咱们是不是该回去了 天也不早了嘞 你们肚子不饿吗 主要是再掰下去也背不动了 篮子忙叫住两妹妹 并对梅子和刘小妹道 回吧 差不多了嘞 再掰就搬不动了 咱们往那边走 我记得那边有一棵香橙树 采西家去拌了吃 菊花听了大喜 忙问道 真的有香橙树 我咋没听我娘说过咧 篮子笑道 那我就不晓得了 往年我爹都会采些回去的 你能背得动吗 我帮你吧 她见菊花小身板一小把 背了个大麻袋 里边装了不少笋子 实在是很费劲的样子 便上前帮她 菊花也不跟她客气 任由她帮自己 把这麻袋背出了密林 下山的时候 建了一个坟头 那坟地旁边和坟头上 长了几根竹笋 还特别粗大 主要是这地方肥嘛 菊花便也上去掰了下来 梅子和篮子大惊失色 连忙阻止她道 这不能掰了 人家又生气的 菊花诧异地说道 这是谁家的 她咋能晓得 是我掰了笋了 就晓得了也没啥 不过是几根竹笋罢了 李金香味急地说道 不是活人小的 是那里面的人小的 要生气嘞 她用手指了指那坟道 菊花见她一副敬畏的样子 忙笑道 我并没有对她不敬 就是掰了根笋 这位老人家 你别见怪啊 这野竹子 长到你家门口来了 也荒凉不是 我呀 把笋子掰了 它就长不成了 大家见她对坟头念叨 想笑又不敢笑 刘小妹忙拉她走了 等离那坟好远 众人才同声怪她大胆 说不该在坟头上掰损 菊花见掰着不轻 只得跟他们保证说 下回再也不到坟上去掰损了 出了林子 在靠近菊花家新开荒地的地头 还不到下山的地方 果然有一棵香椿树 瞧着那枝头 红色细嫩的香椿叶 梅子急忙放下手里的篮子 仰头问道 咋把她弄下来嘞 难不成要跟男玩一样 爬上树 众人面面相去 这树其实也不高 可是以大家的身高也够不着 要是爬上去 只干恐怕是承受不住人的重量 徐花觉得肚子有些饿得受不了了 便说道 回头叫我哥来弄吧 到时候送下给你们 我肚子呀饿得不行了 赶紧回家吧 到了山下的平地 没有那些灌木经济挡路 要好走许多 大家这才放松下来 一群人便笑嘻嘻的 比较着谁掰的笋多 一眼瞧去 菊花的麻袋醉骨 竹子笑道 菊花你掰了那么多 手咋这么快嘞 我可是也没停手 不像梅子姐姐和小叶 还掐花 菊花心情十分愉悦 要不是饿得有些头昏 她都要唱两句了 鹰笑道 这个嘛 要回找才成 有老竹子的地方呀 肯定有笋子 有些地方虽然空荡荡的 那竹根呀 从地上穿过去 钻往那松土的地方找 这地方的笋子特别粗 哎 你们记着 这笋子拨出来 要用开水煮一遍 然后再炒烟菜 嗯 或者熬酱 或者用辣子烧 篮子笑道 哎 记得了 小妹跟我们说过了 这野笋呀 咱不大吃 那家竹笋可是吃了好多 差不多是一样烧的就成了 菊花道 野笋啊 有野笋的味道 没毛竹笋那么色 嗯 跟水族水的味差不多 小青山那片竹子 是水竹吧 梅子道 可不是水竹吗 菊花又道 这么多笋子 拨起来呀 也费功夫 哎 有个法子呀 快得很 从上边撕开一条笋皮 缠在手指头上 不停的绕圈 哦 就这样 他摸出一根笋子 拨给大家看 这样呀 笋皮就被缠到手指头上 省得一圈一圈的拨 费湿得很 竹子也试了一回 果然很快 便笑道 好是好 很伤手嘞 不注意呀 就滑到口子 这么忙几回 手就粗糙多了 菊花笑了起来 这些人比他在意多了 女儿们没出嫁之前 还是很注重手和脸的 嗯 是伤手 那也没法子的事 要不 你叫你母亲来拨 你干别的事 梅子笑道 不怕 我家去叫狗蛋拨 她要是不拨 我烧了就不把它吃 众人听了都笑起来 菊花忽然想起一件事 对他们道 我家的干辣椒和辣椒粉 都用完了 去年腌辣白菜 用了好多了 你们谁家有多的 送些给我 嗯 今年要多晒些干辣椒才好 梅子 兰子刘小妹几人同时出声道 这有啥 要是旁的东西 咱还不一定有 这东西有不少 虽表示回家 一人送一些回来 梅子还说 要再送些辣椒片送给他 李金香笑道 我家的辣椒酱味道还不错 回头我装些给你 这离辣椒上市还早 家里没辣椒烧菜那成呢 菊花连声谢了 说话间 她先到了家 跟他们到了别 自去吃饭 小黑狗迎着她 摇头甩尾的转悠 早上 她硬是要跟了扇伤 菊花拈了她好几遍 才将她赶回头 这会儿那清热的镜头 跟久别从逢似的 弄得菊花好笑的 轻踢了她一下 杨氏 见她拖了这么一大袋足损 忍不住埋怨倒 咋不少弄一些 这么大一袋 在山上也不好走 你咋拖的洞里 菊花茫茫的洗了脸 换下沾满花叶刺绒的衣裳 盛了碗玉米糊糊 一边往嘴里塞 一边含糊的 兰师姐姐帮我背回来的 你啊 先把这笋子剥了吧 散屋就烧了试试 她又教杨氏如何剥笋子 这笋子是个蠢东西 剥了一大堆的皮 才剥出大半篮子的足笋 不过菊花已经很满意了 她也不由得佩服自己 手还真快 望着那剥出来的 浅绿色的嫩笋 她心里爱得不行 细细地将下面 有些硬的部分掐去了 这老的要是不弄掉 嚼在嘴里跟木屑似的 然后煮了一大锅水 将这笋子倒进去焯水 嫩绿的笋子 煮出来有些泛黄 那一股清香实在是好闻 中午菊花用少少的腌菜 切得细细的 再把笋子切成一寸来藏的小段 加了些青蒜 炒了一个腌菜笋 另外又用酱烧了一个酱笋 吃赏午饭的时候 杨氏赞道 嗯 这笋好脆嘞 不比那家笋味道差 这么用酱烧了也下饭 郑长河也笑道 嗯 怪好吃的 米儿呀 我去掰一些 菊花你就甭去了 山上有蛇嘞 提到蛇 菊花哀悠的叫了一声 笑道 切尔雅 小妹跟篮子姐姐打死了一条蛇 带回来了 我都忘了这事 哦 还有 哥 你从咱家荒地那里上山 那儿有一棵香榛树 采些香榛芽回来 炒鸡蛋吃香得很 凉拌了也好吃 我们去了那儿都够不着 爬树又怕摔下来 杨氏一听真的遇见了蛇 忙紧张的问菊花 是咋回事 青木也听下筷子望着菊花 菊花安慰他们 说不是自己遇见的 是金香遇见的 又佩服的说道 蓝子姐姐和小妹太厉害了 也不躲 硬是把那蛇给打死了 好大一条蛇嘞 怕是有两斤重 这么粗 他拿手比划了一下 我还叫他们躲开嘞 谁知胆子都大得很 杨氏道 蓝子呀 是个老臣稳重的 小妹也是个泼辣的 金香就差了点 那香生说呀 我小的在哪 回头啊 用根长稿绑一把镰刀 去割下回来 让你爹去吧 等你割下雪都晚了 正常和硬道 又对菊花道 那笋子呀 你也别掰了 但刺架里边砖 可伤人了 爹手快 掰回来 你收拾一样的 我劲儿大了 一回啊 能背回两麻袋里 他听说真的遇见了蛇 更不想让菊花去了 杨氏笑道 这可是个鲜货 长老了 可不好吃了 我跟你一块去吧 菊花你还是在家 带着放心些 青木也说 快到假日了 他也能去掰 叫菊花别去了 菊花哭笑不得的 瞧着爹娘跟哥哥心道 我也不单是为了好吃 还不是想去山上 溜达溜达 这不让山上去掰笋子 你们弄了家里来吃 那吃的嘴里 就少了好多味趣不是 不过想想今天那条蛇 便也不再争论 反正今天已经过了把瘾 掰笋子也是个累人的活计 不去就不去吧